玄天上帝为道家神明 不成菩萨为佛密提及知菩萨 在日本可说是家喻户晓 请问这两尊圣人 是否有可能是同一个菩萨的实现 这个问题 从礼善讲 讲得通 从事上讲 没有人给我们做证明 到什么时候你完全了解了呢 大概到阿罗汉就能了解了 所以希望你认真修行 怎么样修成阿罗汉呢 把对于世处世间法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的执着 统统放下了 就证阿罗汉国 华言经上所讲的执着 就是大臣经教里都常讲的 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通通放下了 这个六道 六道的业音就没有了 六道的音没有了 六道的国当然没有了 那就勇家大使讲的 绝后空空五大秦 六道的国没有了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 到四圣法界 圣文法界里面去住了 那么这些事情你就全明白了 全了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